罗志祥前女友周扬青23号公开承认分手 揭发小猪复杂私生活后 网友涌入Instagram给他加油 当中有人建议他去检查一下性病 没有想到周扬青大方回应 坦诚自己分手了 马上就去检查 强调自己没有得 不少网友也建议其他女生也要检查 作风一向大胆的周扬青更直接留言 你是说让蝴蝶去检查身体吗 配上白眼符号 还tag女生的账号 直接点名开了举动震惊大票网友 事实上早在10天前 周扬青就穿上印有蝴蝶图案的T恤 并说大概是和蝴蝶杠上了 似乎是预告会来场大爆料 而周扬青揭发小猪种种背叛行径 玩入最近火红的韩剧《夫妻的世界翻版》 最终正宫 惊喜爱从老公后车厢翻出偷情用的背包 里面就有一支专门和小三联络的手机 里面满满都是老公和小三出游亲密照 令正宫相当吃惊 一幕幕剧情正好和周扬青透露分手原因 弦复制小猪也被发现有一支专门聊妹的手机 偷情伎俩如出一彻也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第一时间罗志祥发文也没向女方道歉 如今知道形象重错态度大转弯 小猪凌晨突然发文道歉 一开场就向周扬青郑重的道歉 说对不起我错了 自己不懂得珍惜这段感情一次又一次欺骗你 我也要向被我欺骗过以及不尊重过的所有女性斗歉 强调自己会承担一切的后果 一连串的惊人爆料重重击溃罗志祥 让他赶紧认错就盼风波能尽快平息 董事长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